阿嬌中恩和台灣醫生賴雲過 五月在美國辦完婚禮之後 接下來就會在香港正式註冊和擺酒 不過阿嬌的新戲這一天才開鏡 雖然她已經有八年沒有正式拍過港產片 觀眾都很掛念她 但要投入拍一部戲 阿嬌會不會冷落了老公 沒有所謂 其實我都希望她 我忙的時候她多排一些工作 她都會排一些時間來看我 即是她經常都會來香港探探班 是 那現在籌備成了這個份 如火如荼 但有些未拍照 算不算 但其他事就完成了 還沒有 還沒有 還在安排 還在做事 但時間會否很緊湊 其實湊了很久 一直看我說 還不知道 但其實還在做很多東西 對於柚子這套戲 是阿嬌衝擊影后之作 阿嬌就說這些不是她看重的東西 反而可以飾演夢寐以求的社工角色 再同於安安演舞女 令她更開心 而安安姐看到阿嬌已經成為幸福人妻 都很替對方開心 跟阿嬌真的多久沒有合作過 十幾年 我那時復出拍第一部戲 就是她做我的女兒 那天我跟她開玩笑 十幾年後你就嫁了人 又是做我的女兒 很開心 但戲外的阿嬌呢 現在半個女兒 她真的幸福美滿 很開心 很開心 我看她 你沒看她就整天微微笑 那也有 或是在社交網站放閃 對 又帶著她押 兩個情侶 那兩位 現場有沒有中招 還沒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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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今天第一天開工 是 有份參演電影的 還有JJ 賈曉神 JJ自從去年年底 生了女女後 首度復工 她說自己的女兒 好像老公范少皇 還分享老公臭女的隨事 那現在女女是怎樣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見到你很開心 哇 真的很有趣 她是 比同年多的BB 她四個月的時候 已經跟十一個月的BB一樣大 所以大家都說她是 力王的女 果然 對 對 很好笑 她都OK 她全心全意做事 都盡量 就是 不要接得那麼密 中間多些時間來陪下BB 因為BB兩個月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她中間回了幾天 見到BB BB嚇到哭了 不認得她 所以現在 就盡量她一回來 馬上就叫她臭花 抱著她 和她聊天 和她玩 JJ現在努力收身 她說暫時未有計劃生第二個 會先照顧好女女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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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